各位朋友好 我是總問題教非讀不可好處的作家鄭框宇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這一本 超級文字 是由林玉堂先生所寫的 那麼玉堂呢 聽我叫得這麼親密 其實我跟他本人並沒有交流過 但是呢 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歐陽立中老師的好朋友 他們可能一起上過課啊 見過面啊 那常常在臉書上面會有一些交流 我也是在歐陽立中老師的Facebook上 看到林玉堂先生分享的文章 進而看了他裡頭呢 寫的一些分享文 然後知道歐陽立中老師推薦他的這本書 我就特別也拿了這本書來看 我要跟大家鄭重推薦 這本超級文字 那麼這本書啊 他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光是這個書名就取得非常好 因為超級文字如果他不是用鈔票的鈔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想啊 又是一本介紹怎麼寫文案啊 怎麼樣加強你文字力的書 那坊間已經這麼多書了 我們要怎麼樣去知道這是一本好書呢 所以作為一個作者他已經做到非常好的西芹這件事 並且呢妥善運用了他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跟大家說的重點就是 我們賣任何東西要賣點 你看今天他是在賣文字賣文案賣文字力的 如果他沒有很清楚的告訴你說來寫這些東西目的是什麼 就為了賺錢不用這個鈔票的鈔票對你吸引率就很低嘛 那所以從這個他書名的例子 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他在這本書裡頭非常有系統的幫大家從六個面向 整理出了非常非常多很好的一些範例 並且實際可以操作的公式還有做法 這六大面向分別是賣點 受眾 標題 行動 信心 誘因 剛才賣點這個部分我已經稍微提了一下 你一開始的時候呢就要做出所謂的差異化嘛 那什麼是差異化呢 其實很簡單 比如說你如果是最低價 真的是最低價 那也是一種差異化呀 又或者說別的同樣的產品裡頭都缺少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元素 很棒的一個東西 你有了你就做到了差異化 所以我們在茫茫的人海在市場裡頭 你想要勝出 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差異化這個賣點在哪裡 那再舉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我在很多年前出我的兩性書的時候 第一本書叫全民搭訕運動 我跟各位說 在我之前是沒有人敢用搭訕這兩個字 當作是書名的 頂多是零星的文字出現在書的內容裡頭 那時候有那麼多的兩性書 那我要怎麼樣脫穎而出 做出差異化呢 我就直接跟所有人說 來目前的兩性書都在告訴你 已經有男女朋友之後 怎麼相處 怎麼交流 但都沒有人告訴你 一開始你沒有那個異性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找到 去認識到你心儀的它 所以我也是做了非常好的 差異化作為我的最佳賣點 那麼關於這個賣點的部分呢 除了差異化 還有非常多的元素啊 比如說情感的元素啊 還有信任的元素啊都有 大家看書裡頭的範例 你應該是可以想辦法去找到最適合你自己想要賣的產品或者服務 它的差異點到底在哪裡 那麼再來受眾 我們這個產品要賣給誰 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 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不然的話 你這雞同鴨講啊 對牛彈琴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嘛 比如說你今天如果你在賣的是比如說平價的一個房子 比如說一房或者兩房的房子 結果你刻意的把你的廣告的內容文字敘述 寫得非常非常的高大上 那種賣給豪宅的人 想買豪宅呢 會買你這個小坪樹的房子嗎 他不會買你這種小坪樹的房子嘛 所以說我們一開始就要非常明確知道 你想要賣的東西受眾到底是誰 並且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如果發現有一點不對 你需要調整的話 你可以迅速的進行一些調整 現在呢 我們大家都非常依賴社群 特別是臉書上的行銷 或者你用關鍵字 Google關鍵字來進行行銷 其實你非常快就可以知道 你這幾個關鍵字打下去到底對不對 你行銷的對象 到底是不是你真的想要打到的族群 非常重要 了解你的受眾 這跟我在自己的書裡頭 教大家怎麼演講的一開口就擄獲人心的說話術 還有一開口全世界都想聽你說 也講的是一樣的 就是你針對不同的族群 你說話的方式也要不一樣 你講的內容也要不一樣 在上台之前你就應該先對你的受眾 做了非常好的調查之後 再丟出他們喜歡的內容 第三點標題 標題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們要西琴嘛 那麼西琴也是有非常多的重要的元素的 林玉堂在書中都有告訴你 那麼除了這些西琴的元素之外 現在坊間已經有非常多很不錯的標題 是你可以拿來照抄的 比如說有一些呢 它是有諧音 然後順口六 那你聽起來就非常非常順耳 很容易記得 比如說健康事交給白蘭事 各位你看 發音都是是 但是呢 字不一樣 而白蘭事健康事 這是不是聽起來好像就非常非常的順耳呢 這就是透過我們在聽的時候 我們在看的時候 對於這些相關的字有關聯的音 我們就比較容易記住 然後容易會心一笑 所以相關的這種驚人的標題呢 蘋果日報也常用 不過蘋果日報已經用到 大家看了 都會覺得挺垃圾 都知道你想幹嘛 就比如說每一次講說什麼 發生什麼事啊 對不對 它 獨牌眾議 然後這個它 你也不知道是哪個它 就一打開進去一看 蛤 這誰阿貓狗根本不認識 也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他誰阿 這常常發生 再不然就是什麼 驚 什麼什麼事情 就你看了之後發現 啊 其實我一點都不驚啊 這就是標題啊 它可以吸引你的目光 可是你要真的能夠竊合這個主題 並且呢 順應時事做一些調整 同樣的老招呢 可能也沒有辦法 一直的照抄要推陳出行 那說到這個標題呢 我就想到 以我自己而言好了 各位假設 我今天如果要去教英文的話 那我怎麼樣可以用一個 吸情的標題呢 我就想到了 比如說 蔡英文教不會你的英文 我可以 各位你聽 蔡英文教不會你的英文 我可以 你就把我這個作為講師 教英文的品牌給推出去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吸情呢 因為你看蔡英文嘛 對不對 我們的總統嘛 大家一看蔡英文也有教不會 所以當然各位蔡英文博士 她專攻主修又不是英文的 所以她當然非常可能 是不會教英文的 又或者是說 她根本現在哪有這個機會 讓她去教小朋友英文 不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像我這種凡人就可以教 於是你用這種比較特別的標題 吸引大家進去之後 對於你在賣的產品 你這個人就會產生極深的印象 說不定媒體都要來報導囉 所以呢 標題 請你好好學會下一個好的標題 同時呢 我們推廣這些有的沒的 你下這些廣告 寫這些文案 到底是要幹嘛 你是希望你的受眾們 能夠採取行動嘛 最直接的採取行動是什麼 趕快把它點進購物車 下攤購買 所以你必須要去設定一些 行動的元素 讓她知道 比如說這個東西 可能是限定款 有限定時間的 有這些種種的因素 你才可以讓她立刻 想要採取行動 所以呼籲大家採取行動 也非常重要 再來 信心 這個信心呢 除了是對你自己產品的信心之外 你也是要讓你的這些受眾們 對於你正在販賣的東西 要有信心 她要對這個東西 對你產生的信心之後 才會對你所賣的東西 再買單 那麼說到信心呢 各位 這是可以平常就慢慢累積的喔 比如說你 假設你也是一個作家好了 然後呢 你希望可以販賣某些商品 或者你的書 那麼你每一次在寫文章的時候 如果就有一個 類似像抽獎之外 大家如果跟我的這個產品啊 跟我的視頻啊 做互動 我就會送出你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你每次都真的有送 被送到這個產品的人 還會寫信啊 或者公開拍影片感謝你的時候 其他人看到了 都對於你這個人 產生了高度的信心 所以當你想要賣下一個產品的時候 他就會支持你 因為他知道 你這個人是說到做到的嘛 所以信心非常重要 不過這邊我打個岔 詐騙集團也會 妥善的運用這個信心法則 來欺騙你喔 比如說 先跟你借一百塊 你借他 他還你 再跟你借一千 他也還你 一萬 他也還你 然後借到十萬的時候 他就消失了 他在前期先累積你的信心之後 最後呢 再一次把你擊垮 所以我們要小心啊 這個信心呢 其實長期以來就是在 累積我們這個人的信用 這件事情一定要持續做下去 你不能夠中途反悔啊 或者是說你前面做了 99件好事 你只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破壞你的信用的 是不合法的 是違法的 那麼你前面做的所有事情 都會毀於一旦 不可不慎啊 最後呢 當然就是誘因 剛才我提過 你要讓大家採取行動 一定要有一些誘因嘛 那誘因 其實玉堂在他的書裡頭 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我相信啊 這本書 你其實可以不用全部讀完 你如果光是看了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能夠把裡頭的法則 全部都學會的話 對於你自己訓練超級文字 去變賣你的服務 變賣你的這個能力 變賣的產品 就已經非常有用了 但是當然啦 很多時候呢 書內容是越寫越精彩 好貨是藏在旺底的 所以我還是建議你 買了這本書之後 把它從頭讀到尾 立刻先挑選幾招 是你馬上可以用的 你使出來 看到效果之後 再慢慢的把其他所有招都用上 當你全部熟悉之後 未來不管你在賣任何產品 你都會信手 免來游刃有餘 我是總為你這套非讀不可好說的作家 鄭狂宇 希望你也能夠買 並且閱讀這本超級文字 讓你自己未來賣的產品 也能夠超級暢銷